行窑是我国白瓷的发祥地,古代最早的官窑之一 行白瓷的发明与制作,打破了自上代以来清瓷一统天下的局面 形成南方月窑清瓷,北方行窑白瓷,并驾齐驱,平分秋色的格局 南清北白自此形成 行窑产品其形规整,制作精致 多为日常用品,均少带文饰,以凸显幼稚之美,风格朴素淡雅 细白瓷为行窑精品,胎质坚实细腻,幼色纯白光亮 唐代茶生路语曾在《茶经》中记载,行瓷泪银泪雪 行白瓷的出现是我国制瓷工艺的一大飞跃 其技术难度相当之高,必须在原料加工和烧成时 将胎和釉中含铁量有效地控制在1%以下,方能烧成上成白瓷 行窑窑工们率先掌握了这种绝技 唐代后期,由于制瓷原料匮乏等原因,行窑逐渐衰落,直至被定窑所取代 定窑白瓷持名于北宋,而稍造始于唐代 唐代定窑白瓷具有与行窑白瓷相似的特征 气形有盒,碗,盘,托盘,柱壶,盆,三足炉等 胎骨断面较细,胎色洁白,为北宋定窑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 know you